几个世纪以来 意识这个概念几乎一直是哲学家们的专属 17世纪法国哲学家 乐乐迪卡尔就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名言 我思过在 其实能听懂这句话的人并不多 在我们的各种教材当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的论书 就相对以来说是比较通俗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意识拎不开 其物质基础认老 意识的内容承认来自物质世界 离开的物质世界 人老不会自行产生意识 马克思对意识的论述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物质基础 马克思说的物质基础 其实就是生物学基础 从哲学上来说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从科学上解释这个问题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当我们继续问下去 那人老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呢 这就不是哲学家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那就必须借助自然科学家 产业启动 科学者是有关意识本质的研究 已经从一个纯哲学问题 转变成一个可以通过生学实验 来探讨的科学问题 是一个文理科都可以探讨的问题 然而到目前为止 尽管各种理论比比解释 但基因因数据的探讨 这并不多 似乎我们还真能够笼统地说 意识是从大脑中属于一级的 神经炎的相互协作中涌现出来的 并将其放到因果链中 区别出自身和所处的环境 体现出自我认知能力 这种感知是始终贯穿以生命体的一生了 能够让其趋利避害 任何生物恶解了都不会对自己下降 那么最后意思是对认知的综合 还包括记忆和思维的一些高阶的过程 从哲学上来说 人与动物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以只有人才能产生意识 但从生物学上来说 人与其他生物的物质技术 并没有什么特异性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种认知是要达到何种程度 才能够以我们哲学上所探讨的意思一致呢 如果一定要是出入人类意识中的特异性 那么心灵这个概念可能更恰当 什么是心灵 从字面上来看 可以包括心智和灵魂两个方面 蒂卡尔也谈到了心灵 他说人的身体和心灵 完全是由不同的东西所构成的 身体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 而心灵则是没有空间为多大 更通俗的说来 那就是物质是指一切实在的东西 而意识就是指一切虚成的东西 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世界 一虚一死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大佬利用感官来接受外界意识的输入 就好像把水啊装进杯子里 没有大佬意识依然存在 就好比没有杯子水照样存在一样 所以他是否认意识是大佬的常物 认为身心是分离的 我们现在以科学为导向的意思解释啊 是将身心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而不是身心分离的 意思是从大佬中神经元的特性和组织中产生的 这个我们很明确 我们不明确的是这是如何做导的 还想了解它为什么存在 在什么情况下导致了其发展 我们有多少生物有这种能力 这么多问题啊 我们先说第一个 意思是如何从大佬的神经元中产生了 这就是意思与神经元相关性的研究了 比如说你最近亚洲缘犯了 经常压痛 那么你的大佬中需要发生什么 才能让你感受到亚洲呢 还是说某些神经细胞 鼻息某种神奇的频率震动 才是痛觉 又或者说 是否需要激活一些特殊的意识神经元呢 如果存在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意识神经元为大佬的什么区域呢 如果你喜欢自己拆装 或者修理一些东西啊 你就知道 要详动明白某个元器间的功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给 看看什么功能上市了 然后再装上去 如果功能回复了 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你找到了答案 神经生物学家呢 似乎也是想采用这种办法 对人当然不能够这么说话 但是可以借助大佬审伤病人的案例 来窥探某个器官 与医生的相关性 积水的功能呢 我们很早就知道了 如果积水因为颈部外伤而切断 受害者的脱碍 手臂和气干呢 就会瘫痪 也无法控制肠道和脏光 并且没有身体感觉 但这些四肢瘫痪者还能够继续体验各种生活 能够看到 听到 闻到 感受到 情绪 并且记得几乎所有的事 说明意识啊 并不需要脊髓和四肢的残忍 同样的飞机用于小老 我们知道小老的功能主要是运动协调能力 弹钢琴 打肢 跳舞 或者是攀岩 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小老 如果因为中风 或者是外科手术 失败 而导致部分小老丢失 跳舞或者攀岩 那是不可能了 弹钢琴 或者打肢的流畅性 也会消失 但其他方面的意识 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那么经过这么一系列分析 我们就找到了 一时以大老皮层 规致的相关性最强 然后有人测试 不同的感官刺激 与皮质不同气力的联系 这样的研究就发现 我们体验到的生命之一家 声音和其他感觉 似乎都是与后皮层内的气力有关的 几乎所有的 有意识的体验 都来自哪 大致上确定的这个区域 那么就需要进行量化和测量 但意识这种东西 不比其他东西 研究起来就困难重重 意识是一种非常识人化的东西 非常主观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对主观内容 进行客观评价 这本身就是一个实在在的矛盾 好在现在有老成像技术 可以通过一期设备 进行实验研究和测量 并居此推荡出大脑内容的变化情况 还可考察 收视者皮层中产生的神经活动 随时间的变化 实验研究发现 丘老或者皮层的诊伤 或通过各种技术破坏其正常功能 就会破坏意识的内容 这至少说明 大脑中的这些结构 与意识是有直接的关联的 但还有不少矛盾 一些新的研究者发现 意识可能不一定锁定在皮层中 一些出生的时候 前脑严重受损的儿童 受损组织呢 甚至被月期所期待 也就是五老的机型儿嘛 他们长大后 缺乏语言能力 但仍能够表达感性 有主观的认知能力 在无法明确定义 意识这个概念的前提下 在新的时代呢 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 随着系人机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开发 自力于在机器中复制 或者是模拟人类智能 从而让机器可以执行 通常需要人类智能 才能完成的人物 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们想到 未来的人工智能 是否可以进化出人类意识来 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对于意识的认识 也就完全解决了 甚至我们可以得出见 意识不存在生物学基础 这事呢 倒是真的可能发生 我们一直认为 越复杂的工作 也需要智能程度更高的意识 但实际上 意识甚至不是 完成复杂工作所必须的 比如我们生物的细胞工厂 从原子分子开始 它们按照各自的因果链引行 各种化学反应交织在一起 合成氨细酸 组装蛋白质 这一系列工作 每一个行为 每个动作都是机械的 并不存在 意识指挥下的主观的东西 甚至一个细胞 选择另外一个外来的细胞 结合成寿菌蛋 寿菌蛋从单细胞生物 发展成多细胞生物 也全然不需要任何意识的参与 数十亿年的进化 简单的细胞 演变成各种组织 组装成消化排泄 呼吸等系统 意识到我们人类 但所有的这一切呢 全然是一种纯机械的过程了 既然这种纯机械所完成的复杂活动 可以超越人类有意思的过程 那么制造产生 捷径或是超过我们人类智能的计算机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战胜人类 也就不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吧 作为一种非专业性质的探讨 最后呢 我特别想说一下英国科学作家 菲利福鲍尔的一本书 《心灵之书》 他从人类开始 承认身体感情和环境的构成作用 他也讨论了社会化 语言和智力的进化 坚持思维的建设性能 在上次我谈到 人类是否宇宙中 唯一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思考过 就是会有一个相伴的问题 那就是地球上的意识 是否也是宇宙中的唯一呢 但菲利福鲍尔在这份书当中认为 宇宙中的所有思想 不可能局限于这个淡蓝色的点 也就是我们的地球了 当我们遇到外星人时 我们如何认识他们 我们以外星人的接触 更可能是技术性的 而不是生物性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某个工具 或者是装置进行 而不是靠他们自己 那么这样来看 似乎也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遇到其他的外星人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 这个技术和工具 好 在我们上述的讨论当中 关于意识的问题 我们似乎知道一些 但大多数仍然不知道 特别是涉及到最精进的问题 都显得那么繁殖 那么怪的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学认识 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所以可以周刊就将这个问题 放在125核科学问题的第二个题出来 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优先登记了 好 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就到这里 这125个科学问题心理讲座 我们想解释的重点 不是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想让你了解 为什么这些问题成了问题 我是复旦赵宾 谢谢你给本期内的关注 我们下个问题 再见